这古以来商业竞争拼的就是技术谁掌握了关键技术谁就占低优势而在古代之所以 中国经济发达就是因为手中的关键技术 除了四大发明之外 中国还有一项独门绝技 没错就是瓷器技术 作为曾与邦金等值的存在 Mate in中国的瓷器一直被其他国家狂热追捧 西方还根据昌满景德镇的发音直接将中国称为China 当时西方这些乐祸第一次见到清零精美的瓷器 就都成了中国瓷器的谜地西班牙间 信瓷器能唤醒王国国王和王后 用瓷器陪葬而普鲁士 有个土豪生怕自家瓷器会摔坏 直接用银箱起来放保险柜 你当然最大的脑残粉还是 萨克森公国奥古斯都 二是强力王 据说他曾用一对萨克森龙骑兵跟波斯商人交换机 实践中国瓷器到17世纪为止 中国销往欧洲的瓷器 已超过2000万件在金钱的诱惑下 西方人不仅想得到瓷器 还想得到瓷器的心 技术靠着想象是第一生产力的自主研发精神 欧洲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脑洞 他们尝试了千百种材料 包括长期腐化的牛 粪马便甚至认为瓷器的材料 来源于中国地下的一种 神秘液体经历数百年的研究 欧洲人终于成功的阵营 对不起我们不行 欧洲自主研发失败了但中国的马仔 日本却成功盗版了中国瓷器 它先是推出了高仿 或接着二次改造日本瓷器结构 注重天色彩 也大多采用土豪金 被称为一万里 瓷破受西方金主爸爸喜爱 正好又赶上明镜打得不可开销 中国瓷器出口大大减少于 是日本瓷器 隐约拉过了中国 不过敢在中国面前 比山寨日本也试图让图分 阔青朝决 定用回山寨打败他们 于是中国一万里横空出示 外形和质量兜 调打日本瓷器 重夺瓷器界大哥的位置 既然别人靠不住欧洲人觉得 是时候再次出击了自己研发失败 不要紧把别人的技术偷过来 就行了一场关于 偷学瓷器技术的别战 拉开了序幕 在当时瓷器技术 是国家机密外国人不得接触 为了防止技术外传景德镇 规定不能让外国人过夜 但即使戒备分研 欧洲人也没有放弃 他们派见别会入传交室 商人中其中就有佩里 南特雷克来中文明 燕洪旭康熙年间 燕洪旭被路易十四派的 中国通过禁奉年贵葡萄酒 获得了自由出入景德镇的特权 他观察了解尿场各道工序 并在陶工中培养教徒通过步道活动 从教徒那里打听到许多细节 经过数年的潜伏间 洪旭完成了主线任务 1712年 也就是康熙51年 他写下 耶稣会是中国书剪辑 这封信并且给法国耶稣会信中 详细介绍了中国瓷器的制作流程 即原料1716年 这封信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引起了欧洲仿制中国瓷 气的热潮信中写道 尊敬的神父 我在景德镇有机会研究 那传播世界各地的瓷器的制作方法 我之所以对此进行探索 并非出于好奇心 而是为了欧洲 即使这样教会还不满足 令令英红旭继续按终关 查十年后 也就是1712年 英红旭成功通关了 他写下了真词器制作最权攻略 在此将信息给了法国的组织信中 对中国各类瓷器的技术特点和流程 做了详尽的解 期至此中国瓷器技术完全沦陷 为了摆脱中国爸爸的掌控 欧洲各国纷纷按照MR 这样的方法尝试 烧制中国瓷 就这样瓷器的头号土豪脑谈粉 奥古斯都二世 再一次出场了 他花巨资建立梅森皇家 瓷场请练金术士和化学家 为他烧制瓷器在旅站旅拜 旅拜旅站中梅森厂等 来了偷学的瓷器技术 1740年梅非瓷器厂 成功烧制出了不同种类的中国瓷器梅森厂 为瓷器赋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